合作成库女团 A隊戴姿穎 早上八點不到 成功大學中正堂 就勇進許多球迷 為了就是要一睹世界球後 戴姿穎的精湛球技 107年全國衛球團體錦標賽 女甲冠軍戰 合庫女團挑戰18連把 只差一步 第一點由戴姿穎率先登場 面對亞伯十六歲小將洪文慈 戴姿穎順利收下第一局 儘管第二局一開始 被熊中學妹洪文慈連拿三分 甚至在前半段幾乎都處於落後 不過小戴最後人影21比17 21比16 在球迷的加油聲下 為何不搶下第一點 就謝謝大家早起來看比賽 我覺得他長得很高吧 對 然後又左手其實滿吃香的 對 就覺得還不錯 今天打起來還算 我自己算可以接受 今天13號恰巧碰上母親節 平時跟家人感情相當好的小戴 賽後被問到 有沒有跟媽媽說母親節快樂 小戴的回答立刻讓現場充滿笑聲 她今天早上才抱怨我 連母親節快樂都沒說 沒有什麼好說的 平常最近很好的 就不需要在特別的日子 再說一些奇怪的話 第二點上場的江美慧 以直落二收下勝利 第三點雙打 派出徐雅琴 吳蒂蓉 兩人苦戰到第三局 才贏得勝利 和苦女團達成18連霸 接下來四位女將都將出征 20號在泰國曼谷舉辦的糖優杯 第四位女的姿 最終手禮 Bridge 最終手禮禮 有三個月 二人聯盟 最終手禮件 最終手禮件 幾個月 最終手禮件 超級聲明 再談